念佛源通道里面教给我们 度摄六根静念下棋 教你老老实实念佛 那个效果呢 跟心经里面的效果是无二无别 不夹方便自得心开 心开就是禅宗里面明信见信 见信臣佛 可见的那个效果真的是出张灭罪臣佛 方法不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依照源通章的理论方法去修学 不要说现在 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讲过 在法灭经经里面讲过 一直到佛的发育这一万年千年都尽了的时候 最后无量寿经还留在世心一百年 但无量寿经也没有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啊 还要再留一百年 这个我们才晓得 这都是六根禁念相及这个方法啊 一直到佛法灭尽最后的那个时候都有效啊 所以老法斯这一个举动呢 把我们现代学佛的人们点醒了 我们才特别注意到这一段事情 认识念佛源通章真实的价值 更应当认真努力地来学习 这是说禁宗现在依据的经论 虽然是五经一论 在各个宗派里面 我们今天依旧是最少的 最容易学习五经当中 能够全读当然是更好 你了解的周园 会增长你的信心愿性 如果我们的时间或者是工作环境 不许可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来深入境论 这五经里面任学一种 像大师之源通章这是最少的 选这种行 任意选一种 一门深入 这一生要习求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的神 这是精宗之妙啊 这是精宗之妙啊 所以得一切祝福的赞叹 一切祝福的弘扬 这是说的适合于现代人 可是我们要认清当前的环境 认清真实佛教 这个就是传统的佛法 这个就是传统的佛法 把佛法都当作神明来供奉 这就变成宗教 求佛法 求佛菩萨就跟求神明一样 来保佛自己 把他看作神明 这就是把佛法变成宗教 主要想的 宗教是感情的 宗教是迷信的 佛法的宗旨破迷开悟啊 佛不叫我们迷信啊 我们对释迦牟尼佛最佩服的 就是他不是牵着我们鼻子走 他叫我们每一个人 都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啊 不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 这是非常了不起